今天一个好朋友带我去看他在深圳南山区买的一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一套二手房 是他今年在4月份的时候买的 三室两厅 面积是120平左右 他的总房价是1200万 然后有20万是他购买车位的费用 其实他这个车位的费用还是蛮便宜的 因为我知道在这个小区这个片区附近应该是在40到50万左右一个车位 所以他买的这个车位还是挺划算的 那大家可以算一下1200万除以120平大概就是一平方十万块钱左右 那他买这套房子的目的呢 还是在于他这个房子所带的学位 这房子所带的学位是那个南山舍口片区的玉柴小学还有玉柴的中学 如果有留意这个片区的房子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两个学校在南山片区应该可以进前五名的 所以真的应了那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然后这套房子他不是在那个今年4月份买的吗 也就是说在这个深圳调控的新政出来前三个月他就买了 然后呢当时买了以后我记得他跟我说好像是呃4月份后5月份6月份 这个1200万的同同一个户型的房子啊 他是在市场价已经有人卖到1350就1350万这个这个价位了 所以上个月啊我们聊天的时候他还挺开心的跟我说你看这个 做什么生意有这个好赚啊过了你看两到三个月 近赚了150万对不对 但是自从深圳725新政出台后呢他的想法 开始有所改变了 因为在这个新政出来之前他跟我聊天比较 多的就是说你看这个市值涨了多少啊又赚了多少 但是新政出台后呢他聊的比较多的就是说哎这个房子 到底好不好转手啊能不能卖得出去啊 因为大家知道啊所有的这个估值也好市值也好 挂在上面的只是一个数字真正卖出去然后到你手里的才是 你的钱 没有卖出去钱呢他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所以他今天不是带我来参观房子吗正在装修 但是我看得出来 还是一脸的 惆怅啊 有一种比较忐忑不安的那种心情 然后聊着聊着 自言自语就会到哎呀这个冲动是魔鬼啊冲动是魔鬼啊 其实我是觉得如果自住的话还是既来之则安之啊 而且他买这道房子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学位读书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他已经解决了现在 如果未来这个房价下跌的话呢我认为应该也要坦然结束因为就像做生意一样 哪有永远赚钱的生意 对不对 怎么可能永远都是都是赚的总会有亏的 做生意就是有赚有亏的吧对不对 我看了一下房子的格局啊南北通透还是蛮不错的 像这种南北通透的房子这户型在市场上应该是比较少的 除非是以前那种比较老的房子以外 而且这个房子有赠送面积啊我带我带大家看一下就是在那个入户花园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门口前面这一块大概是12到13平方的样子都是开发上赠送的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区的花园 就是这里这个小区的绿化还可以但是呢 花园的面积偏小啊 所以你说这个房子这个小区1平方10万的价格跟 其他小区比如说4万5万的房子的小区的区别是不是很大我感觉 其实不是很大 所以选房子最关键还是看地段还有他带的穴位 那我朋友以1220万买的这套房子以后的价格会不会涨呢 我也不太确定啊 但是在这个调控下来后 肯定没有以前那么好成交了 所以他目前也是出一种等待跟观望的状态就是等 深圳政府会不会在 一年两年或者三年以内会出台一些松绑的政策 然后再等这个房子涨一波起来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先到这边 这边是一期这边的电视频就会有这样的 在这边有点凶杂料 你能够在这边的电视频就会有这样的 我们也不太确定了 我们就是在电视频这么多的电视频